是 我們是來自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我們指導教授巧合仇是 ile Así 我們現在所做的這項代рий 是针对于我们脑波截取电极 传统的截取电极所做的改良 那传统的电极呢 它会因为要使用导电胶 而造成我们病人在使用上面的不适 所以我们改良的干湿电极呢 它可以避免掉导电胶所带来的不适感 然后我们电极呢在前端探针的方面呢 也有做了几根比较突出的探针 那是为了避免掉我们头发带来的杂讯 那我们这个电极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调试 那所谓可调试呢 就是针对我们每个不同的头型去做 去符合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头型这样子 那到最后面呢有一个优点 就是我们在整合电路上面 把后端的截取放在电路 直接箱在我们的那个电极上面 那可以去做到整合线路的这个部分